台北市张姓男子昨天与妻子吵架, 竟搬瓦斯桶进入迪化街住处, 数度开启瓦斯扬言引爆自杀, 远警或报到场, 大声呵斥你在干什么? 张静说你们不过来我就不做, 干靠过来,我什么都做。 警方只好退出屋外, 并赶紧疏散附近住户, 张虽然没在开启瓦斯, 却在屋内割半, 在张七不断劝说下, 他才同意送医治疗, 张出院后立即被逮捕, 警寻后医公共危险罪嫌送半。 张南是环保局约聘员工, 平时待人和善, 没有前科记录, 他公称, 昨天与妻子吵架, 心情不好饮酒, 后来酒后失忆, 完全不记得自己要引爆瓦斯, 割浪等行为, 他犯下大错, 感到很后悔。 张七表示, 最近因生活琐事不断争吵, 冷战很多天, 但丈夫不曾出现过激行为, 还好两个孩子昨天都在祖母家, 警销人员也适时赶来, 警方指出, 张昨晚十一时许吃瓦斯桶, 站在二楼窗户边, 一度开启瓦斯开关, 发出嘶的声响, 屋内也充满瓦斯味, 张七见远景赶来, 急得说他在里面要开瓦斯, 快点。 但远景向前安抚, 他却情绪激动, 扬言在靠近, 什么都做得出来, 警方担心他一时冲动做出傻事, 便退出屋带后, 先将住户疏散, 并封锁现场, 避免其他人靠近, 消防人员则到张家的窗外, 侦测瓦斯浓度, 检测后确认吴瓦斯外议, 张七不断不打电话安抚他的情绪, 最后才同意警销陪同进入房内, 将瓦斯桶拉出屋外, 未料他竟在房间内各万自残, 救护员赶紧将他包扎, 并送医治疗。 张南齿瓦斯桶扬言轻声, 警方不断劝说, 记者李承颖翻射, 分享。